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这就是日本人就是和一个任何一个人他如果说单位里的同事呀什么呀调动工作呀或者什么分别的时候他一般都会说不在了以后会觉得寂寞的 这是一句外交辞令 还有一句外交辞令就是说日本人如果去我们中国旅游呀或者什么 他在中国旅游完了以后也会告诉在中国接待他的人说 哈你来日本的时候一定找我 那么我们中国人记得了那就好像就很多的是那个努力努力想着我有一天要到日本去见我这个朋友啊 因为我们觉得这个朋友是很容易我们一般说外国朋友外国朋友 其实在日本人来说那就不是朋友只是就说打过交道认识的一个人算不上是朋友 那么就说如果我们努力的从国内到了日本结果给他打电话呀或者什么呀他已经把这件事忘了他根本不记得有你这么一个人 所以你这时候我就觉得日本人怎么这么好像是那个冷淡呀好像没有人情味呀 是 这就是记住 他那也是一句外交辞令 所以呢 就说嗨你来日本的时候一定找我打电话 外交辞令 还有一个就是哎呦你走了你不在了见不着你了我会寂寞的 这也是外交辞令 再一句就是日本人一般见年轻的女的女孩子都会说啊你很漂亮呀你是美人呀 你可千万不要误会了觉得哎他看我是不是觉得我挺美呀他觉得我挺漂亮呀我喜欢我呀 非也也是外交辞令 所以这三句外交辞令啊他说的时候你就觉得你就想想他只是一种在那个当时的那个情景下表示一种友好的 让关系融洽的不要出什么误会不要出什么纠纷他就是日本社会的就整天是维持 但是大家你好你好我好大家好比较那个友好的一种状态但是彼此呢又是没有实质上实质上的利益的关联的所以这三句那个社交辞令你也不要误会了误会了你会觉得嘿你说让我来找你我打电话你记不住了你什么人呀哎呦我说我要调工作你说我不在是你就寂寞那我不调了你记不住了你什么人呀 我就一直留在这我就一直留在这哎呦你怎么对我又是这样的呢 这一切或者哎你说我是美女呀你什么呀怎么的那都是社交辞令哦所以呢千万不要误会好的谢谢您的收听收看快乐相伴一起成长下次见 我们下期再见 我们下期再见